我刚才讲那个大腿 我就想到其实最最最有名的案例 是有一个 是不是叫张纯纯 纯纯老师 你记不记得她那个时候就是抽脂后 她就去做抽脂 因为很多女生抽脂是为了 锁 调整身子 她不是真的胖 而是希望说自己腿 看起来再细一点点 然后那个线条再漂亮一点点 就抽脂之后出现一个很可怕的状况 她在医院住了好久 原因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个真的很可怕 因为她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做 分析感菌的感染 那那个分析感菌的感染 她的大腿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都是那种深很深的那个 扒一个洞每个舱口 那她就形容说 她那个时候在换药的时候 因为他们为了把它清干净 所以她一直把那个地方挖干净 然后再塞东西进去吸 可是那个舱口又好了 没有她预期的快 所以那个时候她对媒体控诉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整个大腿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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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经验 满是洞 千疮百孔 所以我觉得一样是正规的手术 可是有时候还是有一些些的风险 不是零风险 但是很多人抽纸 她会顺便就是拿来 补脸 补胸 然后补腿 不要浪费 对 不要浪费 对 节省 那我想说 我想到 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个客户 那来我们诊所客户 她就是也是生完小孩 然后喂完奶 就停奶了以后 她发现这个屁股周遭的 肚子周遭的这些脂肪都下不去 她就来我们诊所 而且退奶之后 发现胸部又缩水了 有点点下垂 所以她就说可不可以 把这个屁股这边的抽一抽 肚子这边的抽一抽 拿过来填这个胸部 那补胸来讲它是 其实有一个范围 就是说我们大概通常会建议 大概补在两百 一边大概 两百五十毫升以下 好多 两百五十 两百五十其实也满多了 一个几杯这样子 再多一点 大概大一个罩杯 大概是一百 一百二 一百二左右 所以你两百五补进去 大概会大两个罩杯 可是其实它还会在吸收 所以大概其实最后 通常都是大一个罩杯左右 但是因为这个客人 他就是一直非常坚持 他就说 最后它其实两边抽起来 我们把它都整理完 其实它一共有大概八百多 所以说等于说 平均算下 一边要补到四百 那其实是塞不进去的 所以我们大概补到 差不多三百左右 其实我觉得已经 很紧绷了 紧绷啊 我就 我们就停手 就还是停手 三个月之后呢 然后中间我们都会追踪嘛 他就说怎么样 好啊 要回来看啊 他说不用我太满意了 这技术太好了 这个大小就是我要的 但是我们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一般来说补完 就是要消嘛 其实通常我们比较常遇到 客人会抱怨 他有点变小了 他都不抱怨 他说非常好 非常大 非常好 我说怎么可能 我越小越不对劲 我一直逼他说一定要回来 他回来以后我一看 完全没有想 就是跟开完刀一样 完全没有想 但是这对我们来讲 没有好事 我们心里是害怕 所以我们就是 一直跟他讲说 你这可能有问题 我们帮你做个草原坡 什么 草原坡一做 因为其实脂肪细胞还是会 就是他死掉以后 因为他太多了 所以他就是形成了囊种 所以他看到的 其实是一个水泡的 一个油泡 所以这个囊种不行 你一定要处理 不然久了可能会浓氧 或是怎么样 因为这不是真的 是 真的大 对 不是真的大 是泡泡的大 抽完以后又被骂了一顿 那个浓氧抽完以后被他骂一顿 说怎么变小 一定会小 可是像那些有可以 比如说从哪个地方抽过来 补什么东西 好像也还不错 都在自己身上 对 好像天生那么瘦的 应该没办法 其实医生在抽之前都会先去评估 就是要先让大家看一下 那一般就是女生应该就抽肚子 对 可是因为我们就 像我就是超瘦 我肚子里面就没有脂肪 真的 可以跟心灵戒 对 可以跟心灵戒 可以跟心灵戒 我就是觉得 未来如果有一天可以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戒很多人的 可以卖 可以卖 是不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医师 他就看到我一个重点 就是原来丝绒身上 有一个地方是亮点 是百宝箱 抽这个地方 一定完美 那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屁股下面 不是屁股 是屁股下面 有两条微笑线那个地方 对 那个地方你看很多 比较丰满的夕阳的女明星 她就会特别穿比基尼的时候 那个裤子小小的 露出那个很性感的那两块 蜜头土 对 她就说 我跟你讲 你抽这个下面这里 抽完之后 我还特别不收你钱 我就帮你把这个地方雕塑起来 有微笑线耶 对 就会有那个夕阳女星 那个蜜桃腿 对 我想说这对我来说 才是 一减蜜股 八减蜜股 对不对 就是一笔钱 然后又可以封脸 对 然后蜜桃腺又出来 然后就很得意 那因为我那时候 做抽纸的时候是夏天 那抽完纸之后呢 所有人都要穿比较紧的 就下半身的那种 就是有点 类似烧烫伤的那种压力 是比一般的束裤 还要再紧很多的那种 然后因为我是抽屁股 它代表是下半身斜移循环 你要穿很长的 大概要到膝盖左右 的那种长束裤 可是因为那时候 因为夏天太热了 我大概就是三天捕鱼 两天晒完这样穿 真的穿不住啦 然后到半年之后我就发现 我那个蜜桃腺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 就是整个就掉下来 对 会捶 而且比我之前还捶 就像那个松滑那个水滴带 塑胶带装水这样掉下来 超丑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沮丧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就后来是今年之后 我反而是找到另外一种 我觉得很优的运动 是靠运动把蜜桃腺塑回来的 就是骑马 对 骑真的马 因为 这样很关心的马 为什么要强调 其实选转步马 选转步就骑真的马 选转步马 骑真的马 因为骑马其实你在马背上 除了跟着马的那个浪 做律动之外 它其实所有的那个 肌耐力运动 都跟一般正常的运动 是不一样的 更加倍 而且核心要一直hold住 而且其实骑马很累 很累 超累 非常累 因为马在这 你脚是要夹着嘛 抱着 所以你看我们一般运动 就是说抬右腿抬左腿 都是外方肌运动 就是外面的肌肉运动 可是只有骑马是倒过来 是内方肌肉运动 而且骑马骑下来 到最后腿都直到 真的很累 很累 非常辛苦 对 欣灵姐有骑过 我们胃鞋有去 有去夏威处外 有骑过 吓死了 我想说 那一拼马 很好 你这样就放射 神鞠 对 所以我后来是靠骑马 就是这半年来练习骑骑马 真的为了爱漂亮 为了变瘦 真的什么方法都可以试 很认真 很认真的 对 那在我们急诊的话 就会看到一些 比较极端的案例 像有一天就有一个 瘦瘦高高的女生来 她看起来本质是很漂亮的 但是她皮肤粗糙 然后头发很稀疏 然后她是被抬进来 因为她没有力气走路 然后她呼吸很喘很喘 那时候我们就帮她做检查 家属就看了就觉得很担心 我们帮她做检查 唯一查到就是 她的甲力值非常非常的低 再低下去 她可能就吸引不诊 就会吐死 这么低这样 就带床带床 后来补补补补 甲力值上来了之后 她可以下床了 她就去厕所上厕所 就很久很久都没有回来 就发现她倒在厕所 后来我们是把那个门敲开来 然后才发现 她吐了一滩 对 所以其实她不是什么特殊的案例 她就是一直吐 一直吐 她就是偷偷吐 其实有一个病就叫做 偷偷吐症候群 偷偷吐 对 那她是什么那么可爱的感觉 她已经很厉害了 她很会吐 所以她就是偷偷吐 她吐到她的甲力值很低 然后吐到她的营养缺乏 所以她才会皮肤粗糙 看起来比较老这样子 但是她达到她的目的 因为她家人说 她其实这半年来 已经瘦了超过20公斤 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健康的事情 她可以这样 她吐的技术这么好 她可以吐到甲力值这么低 她可以吐到心率不整 甚至猝死 这是很危险的 那关于吐呢 有一次还有一个案例就是 这是一个妈妈 然后她一直产后瘦不下来 结果那天是跟妈妈闺蜜们 在外面的餐厅吃饭 结果她就去厕所 去厕所的时候突然就大 就是大叫说她胸口好痛 就被送到急诊来 但是我这时候在帮她检查 就发现她皮下这里有点泡泡 对 摸起来啵啵啵的感觉 好像水泡在下 气泡在下面这样 就照X光 发现她中隔腔里面有气 对 但是她不是气胸 就后来才知道 我们那时候做了电脑段子 就发现 那个中隔腔里面还有一些浓 然后有一点肺 有一点有积水的 有一些浓水在里面 这个时候赶快找胸腔外科 她是食道破裂了 那为什么呢 她也是吐 她技术不好 吐到食道破裂 对 她技术不好 所以她用力顶顶顶 顶了那个力量太大之后 她的食道突然的剧烈的收缩 拉扯就破掉了 那像这样子的食道破裂 如果没有治疗 对 所以这个女生 后来换了一个胸口 一个刀 因为她要进去清闯 不过她很幸运 所以她是有活过来的 可是这个吐到这样子 倒会有性命危险 这个还蛮恐怖的 对 所以吐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方法 非常不要自己做 对 而且刚刚那个案例 为什么甲离子那么低 你知道酸一直吐掉 吐掉 会 那甲离子 到底甲离子会跑到细胞里面 就更低 所以那个很多都跑到肾脏科来 就是莫名千万要减重毒气 然后原来就是吐到尘 你看都有堪能对吗 对 都会这样千来千去